南投县长李朝青涉嫌收取工程回扣 那么今天下午被生压获准 不过其实李朝青他是基层议员出身的 一路从南投市长当到了南投县长 那么从政之前他开了十多年的旅行社 也因此李朝青推广南投观光 曾经被爆料三年内出国考察高达11次 而且还曾经扮演唐明皇推销南投 不过地方人士也说 这些年李朝青累积了不少的财富 在中兴新村就有一栋洋房 就连监察院的财产申报 你仔细看也会发现 他有二十多个账户呢 位在南投中兴新村巷子里 这栋透天错看起来不奇艳 但仔细瞧光是大门口 起码就有三只监视器 屋子的主人就是南投县长李朝青 除了观底之外 南投县长李朝青 他还有个住所就在中兴新村附近 从外头往里面看 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几只监视器 警卫相当森严 附近邻居都知道 这一户长年来戒备森严 李朝青一家人就住在这儿 平常黑头车进进出出 三不五十政坛地方人士 都在这儿聚会谈事情 以前是还没选县长 他会住在这里 当南投市长的时候 他会住在现在又当县长 住在那边 李朝青是基层议员出身 一路从南投市长当到南投县长 从政前经营旅行社 早年累积了不少财富 看看监察院101年的财产申报 李朝青各有房屋一栋 土地一笔 现金加起来一千多万不算多 但引人注目的是 光是银行账户一长串 竟然有二十多个 有的现金区区几十块钱 有的存款八百多万 就因为旅行社老板出身 李朝青很擅长推广南投观光 还度扮演唐明皇脱掉嫔妃衣服 要大家多到南投泡汤 不过推观光过了头 李朝青曾经被爆料 三年内出国考察高达11次 是假行商之名行玩乐之时 但就算争议不断 李朝青依旧是国民党 稳住南投江山的战将 只是这回涉案声压获准 过去的呼风唤雨 一夕间风云变色 三列新闻 许家成 白书画 马家豪 南投台北 综合报道